耶 经理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呢 跟你嫂子离婚了 啊 那个孩子呢 看给他妈了 我个人作风承载问题 净身出户 什么都没用 什么也没拿呀 不好吗 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最爱的人 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躲躲藏藏了 哦 我明白了 我最崇拜你们这些有钱人了 哪里是离婚呢 分明就是转移财产嘛 我说呢 我是个人作风承载问题 被你钱早知发现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呐 误性很差呀 哦 经理 我正好有个表妹 刚从电影学院毕业 我把她介绍给你吧 你说巧不巧 刚好有一个影视公司啊 找咱们公司投资一个大型的电影 叫我的秘书女友 哎呀 我这表妹正好适合这个女主啊 今天晚上就让她过来上班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那真的啊 那你的表妹是会泡咖啡还是泡茶呀 啊 这 经理 你这什么意思啊 听好了 要是泡咖啡呢 她只能泡一次 要是好茶嘛 她可以泡很多次 哦 我懂了 经理 如果你喜欢她就可以泡茶 如果你不喜欢 那她只能泡咖啡了 哎呦 炉子可叫啊 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个你拿过去 找女演员也不容易 啊 哎呀 经理 这个是我投资这个电影的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经理 那25期 还是你说啥 哎呦 叫个别人我还不放心呐 哈哈哈 你经理多的嘛 好了好了 谢谢经理啊 去办吧 啊 好好好 哈哈哈